你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今天终于背上你了 你忘恩负义的 那时候不是我写帮你 你能有那么大的场子吗 现在我姐走了 你就想把所有的钱都独吞 你想得没 不是 妈 你们拦在这儿干什么呀 有什么事 咱不得回去好好商量吧 咱 咱这多难看啊 有什么难看的 我不怕 我鬼女没了 现在钱我也没了 我有什么还顾忌的 我现在豁出去了 我 我告诉你 龚天恒 今天不把钱偷出来 我 我就不走 我给你妈 妈 帮你下来 妈 你 这样 你们俩先回去 我晚上过去找你们好吧 不行 你别来这套 你现在走了 我们上哪儿去找你啊 我妈刚才都说了 你今天要是 不把这事给解决了 我们哪儿都不走 行 你们今天是偏要在这儿 把问题解决是吗 是 对 好 那我也跟你们说清楚 这个场子是我跟萧云的 萧云现在不在 钱也是我和我女儿的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妈 终于说实话了 是吧 早知道你是这么没情没意 我就不该把女儿嫁给你 你说说你们 当初连个正经工作你都没有 我女儿呢 那是堂堂研究生白领 没结婚就把钱拿出来帮你 她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啊 这服装场有今天 都是我姐当时没日没夜地 帮你打拼才出来的 你现在想把所有的钱都独吞 我告诉你 没门 你们说完了吧 我今天是真的有事 我没工夫跟你们在这儿 胡搅蛮缠 你们俩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早早 哪儿去啊你 不解决事情就走啊 妈 我今天是真的有急事 我不管 你就是要去死也得把钱透出来 刚才这样出来 我开着把你们撞了怎么办 我们不怕 你们把我当自己人吗 你拿我们当自己人了吗 丢不丢人啊现在 你为什么把你钱不给我们呢 大家让一让 周记官 你可算是来了 赶紧帮帮我 我就着急出一谈事 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走 你怎么不说说 为什么不让你走啊 大姐 有话好好说 我们是想好好说 可她就是给脸不要脸啊 你看这是好好说话吧 你们认识 这是我妈 她 我姐夫 一家人哪 因为什么 是这样的警官 我姐和我姐夫呢 一起办了一家服装厂 上个月我姐过世了 结果她把所有的股份全都吞了 一分钱都不给我妈留 还在外面养别的女人 谁在外面养别的女人了 你 你没有证据不要胡说八道啊 那我闺女怎么被气死了 那我闺女怎么被气死了 萧云那是得了绝症 怎么是被气死了呢 你胡说 我好好的闺女 年纪轻轻就被你折腾死了 你还想倾吞她的财产 警官同志 你可得替我们主持公道 大姐 一家人在大街上闹太难看了 她逼的 跟我到警户站吧 周警官 我这还有点急事 你看能不能先带她们过去 你想的没 就是不行 不能让她走 你看 我就是答应了 他们也不答应了 还是跟我到警户站吧 你倒说呀 你说呀 妈 你别激动 为这种人不值 早知道你这样 说什么也不能把小云嫁给你 大姐 冷静冷静 这个 过去的事情过去了 咱们说说眼下的事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她当时说要办场 我姐二话不说 就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帮她 龚天恒 你敢说你办场的启动资金里 没有我姐的钱吗 这有什么敢不敢的 我们是夫妻 创业的钱当然是我们一起出的 好 当初你们请不起人 我姐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你能有今天 是不是由我姐的功劳 那是当然 服装厂是我和萧云一手创办的 这句话走到哪儿 我都是这么说的 既然这样 为什么我姐只有百分之十的股份 其他的股份都上哪儿去了 这个事 我早几天跟你姐商量好了 我们是夫妻 谁占多少不重要 既然谁占多少不重要 你怎么不少哪点啊 你就是看小云没了想独吞财产 赵远就是被你气死的 妈 小云不在了 我跟你一样难过呀 你不能这么冤枉我吧 有冤枉你吗 你看到你身边这些小姑娘 一个个花枝招展的 谁知道你背着小云都干得些什么 妈 没有证据的事 可不能乱说呀 那场子是我姐拿命也换过来的 你凭什么不给啊 龚天恒 做人可不能太无耻 我姐还活着的时候 你是怎么答应她的 你说会像太爷好好孝顺我爸妈 现在我姐她走了几天呀 你就翻脸不认人了 对 我答应过你姐 要孝顺好爸妈 之前这么说 现在我还是这么说 但不等于说要孝顺爸妈 就得把一半的股权给她们吧 得了吧 你少装算 你就是想一个人独吞 然后跟别的女人逍遥快活 你们还有完没完 我再说一遍 我从来就没有对不起萧云 以前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别的什么事情 咱们都可以商量 但股份绝对不能分 你们想都别想 站住 你站住 周警官 你看看她 是不是太过分了 大姐 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 妈 咱们再找时间 妈 警察解决不了 咱们自己解决 咱们走 周警官是吧 你是王一鸣 对 是龚颠横的同班同学 是 平常你们还有来往吗 有啊 想跟你了解一下 龚颠横的情况 您说 她平常业余时间都爱去哪儿 比如说KTV 酒吧什么 您算是问对人了 我对她呀还是很了解的 这个人平时非常的节俭 除了招待客户 从来不会去KTV酒吧 就连我们同学聚会 她都很少参加 有人反应 说龚颠横有外遇 这事你怎么看 她跟她老婆是出了名的模范夫妻 一下班就回家了 说她有外遇 我们那么多同学 估计都不会信的 这里他们两口子吵架吗 他们在我们这栋楼住了好多年 还真没见过他们吵架 是啊 他们两口子都结婚十来年了 还跟谈恋爱似的 天天呀进进出出的 有说有笑的 逢天过节的时候 我还看到男的给他送鲜花呢 浪漫着呢 孝云这孩子我知道 从小就很有主见 当初她和龚天恒谈恋爱 她爸妈是极力反对的 可拦不住啊 他们结婚三年左右才有了孩子 有了孩子以后 她爸妈才勉勉强强地 成论了这个女婿 要求龚天恒 当初在他们家可没少受气啊 萧云他妈这脾气是 其实我以前是云姐的助理 后来龚总的助理离职了 云姐就让我跟着龚总 但是云姐这个人特别好 尤其是对员工 警察同志 我也不怕实话告诉您 如果龚总做了什么 对不起云姐的事情 我肯定会告诉云姐的 但是真的没有什么 等我签一道账 龚总 我肯定跟你 我签一道账 我肯定马上跟你打过去 您请坐 我给您倒茶 不用了 我等他 明白 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 你再宽限我两天 好吗 好 那我这边有点事 我先挂了 周警官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来来坐坐坐 好 龚总挺忙啊 一百多号人指着我吃饭的 不忙可不就惨了吗 那我长话短说 您说 还是为你们一家人的事情 跟你岳母他们约好了 下午到警户站去 你们一家人凑在一起 把该说的话都说开了 周警官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 我老婆现在不在了 我也会细心地照顾他 但是他们现在想要我的股份 我做不到 实在不行 让他们去法院告我吧 都一家人 何必非要闹到法院去呢 现在不是我想闹 是他们没完没了啊 您都听见了 他偏说我在外边有女人 他们凭什么没有决定 这个是他们的不对 我知道 你跟你老婆的感情很深 我跟萧云结婚十多年 那吵架的次数 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出来 对 萧芹说的没有错 没有萧云就没有我的今天 那我怎么可能会做 对不起她的事呢 现在她人走了 我整个人都空了 我不是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场子 我明白 老婆走了 其实心里最难受的是你 你跟老婆的关系那么好 那肯定也不愿意 亏待她的爸妈 对吧 周警官 如果您今天 是替我岳母来当说客的 那您还是请回吧 无论如何 我是不会答应他们 任何要求的 一家人为了钱 闹得四分五裂 甚至大打出手 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 你们家这事 也有其特殊性 毕竟是这么大一笔钱 你不愿意给 我也能理解 周警官 我真的不是为了 他那笔钱 龚总 我觉得 你也想尽快把这件事情 解决了 不然小姨子老原母 天天来这儿闹 你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不如你跟我说句实话 除了钱以外 你对岳母 是不是还有点别的看法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了解到 你跟湘云在一起的时候 这老岳母对你的态度 就不是特别好 明白了 您是想说 我是因为记恨他 当年反对我跟湘云在一起 所以现在才一分钱 都不给他是吗 要是因为这个 我也能理解 您说得对 当年他那么对我 我都是看在湘云的份上 才忍下来的 现在湘云不在了 我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了 这个厂子的股份 都是我跟湘云的 自然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 所以他们想要钱 不可能 座警官 我也不为难你 下午不是 约好了要跟他们见面吗 我当面告诉他们去 算了吧 就你这态度 下午还是不见面的好 这么说话 只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糟 我们调查过了 龚田恒确实没有婚外恋 在这一点上 你们冤枉他了 今天找你们来 是想再听你们说说 当时的情况 看还有没有调解了余地 当初就是龚田恒 他配不上我们家萧云 当着他的面我也这么说 你当初反对 肯定有你反对的道理 但是现在既然成了一家人了 这种话就别说了 挺伤人的 我妈她说话就这个性子 但她对龚田恒真的没得说 买什么东西都想着她 他们两口子来我们家吃饭 我妈都是捡着她爱吃的做 我们做晚辈子 让长辈说两句怎么了 还能少话肉不成 那照你这么说 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没那么差 跟您这么说吧 周警官 龚田恒和我女儿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不喜欢她 想让我女儿跟她分开 可嫁不出我女儿她性子倔呀 说什么都不听 逐一正着呢 偷偷从家里拿了户口本 把证领了 生米做成熟饭了 谁说不是呢 那既然这样 那还有什么用啊 说也没用了 认了 幸好这个龚田恒啊 还算有出息 对我跟萧云她爸 也算孝顺 时间一长 也就认可这个女婿了 我姐在的时候 她对我爸妈是挺不错的 我妈高血压 她还特意从国外 带够了健康药给我妈 每年都带着我妈去体检 比我和我姐都上心 其实我妈 私底下跟我说过 幸亏当年没拆散她们 可谁能想到 我姐才走了一个多月 她就变成这样了 我想问一句啊 既然关系都不错 那怎么突然想起来 要问她要钱呢 我姐走得急 什么事情都没交代 我们当时 其实也没有心情去想这些 还是我一个朋友提醒我 说这大人无所谓 但总得为孩子想想吧 万一她以后再婚了 孩子受委屈了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去找了她 想把我姐的股份 都折成钱转给孩子 谁知道她就开始 指指吾吾退三组四的 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对 查了一下才知道 我姐在厂子里 居然只有百分之十的股份 不是我们想要钱周警官 您说 您说我这岁数了 要钱干吗呀 但这钱是萧云她 辛辛苦苦赚的 不行我都去告她 我绝不能让这个 侯天红的毒吞了吧 我 妈 妈 先坐下 先坐下 坐 坐 坐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这个 气死我了这个 谢谢 我们今天来呢 主要是为了供天恒的事 周警官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刘老师 龙天恒是你的外甥 想必他的事情 你也是知道了 一家人闹得沸沸扬扬的 你这个当舅舅的 心里肯定也不好受吧 我也劝过天恒 可这件事 涉及到厂子的利益 我也不好都说什么 弄不好也要被人家说 帮外甥夺家产 我喜欢清静 不想淌这个浑水 刘老师 理解你这个顾虑 可是现在事情越闹越大 都准备请律师打官司了 龙天恒是你一手带大的 就是你的孩子 现在不是你 想不想淌这趟浑水的事 而是看到孩子在浑水里扑腾 你愿不愿意伸手 拉一把的事 你想啊 两边真要是到法庭打官司 什么诉讼啊 财产分割了 龙天恒这一趟折腾下来 别说挣钱了 人都要搭尽半条命去 这两边我都跑了很多趟了 我是真心不愿意看到 一家人闹成现在这样 说实话 王立真的要求不算过分 但我也相信 龙天恒不是那种要钱 而不要亲情的人 所以我想来问问你 龙天恒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件事情的癥结 到底在哪儿 这俗话说啊 打蛇打鸡寸 您要是不告诉我们 问题到底出了哪儿了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忙啊 如果就让事情 要这么发展下去 这门亲戚就没了 我很惭愧 没想到你们为了他的事 这么费心 我这个做舅舅的 反而想置身事外 周警官 我也和你说句实话 天恒啊 他不贪钱 他这么做有苦衷 今天我把刘老师也请来了 为的就是让你们自家人在一起 开诚布公地 写上个解决方案 刘老师一直搞教育 非常受人尊敬 他来现场做个裁判 你们两边没有意见吧 为这件事情 我专门请教了律师 你们也都请教过了吧 在这种情况下打官司 你们各自能分多少 心里应该有数吧 按照法律规定分割财产 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问题 我今天想讲的是人情 这些天为你们的事情 我两边跑 说实话 都有些烦了 嘴皮都说破了 自行车轮胎都抱了两次了 但是一点进展都没有 我不明白 公主和妻子非常恩爱 对了 那关于说她外面有女人的事 我们调查过了 纯粹是胡说八道 夫妻很恩爱 你对岳父岳母很好 岳父岳母对你也很好 你们本来是一个和睦 幸福的大家庭 妻子去世了 照理说 你作为这个大家庭的男人 应该是把这个家庭扛起来 继续往前走 那为什么为了点财产 就恩断义绝了呢 就一点不讲感情了呢 我不明白 直到后面我找到了刘老师 听刘老师跟我讲完之后 我才弄清楚了 说实话 我很感动 半年前她这个厂子就出了问题 产品出去了 货款一直收不回来 这边供货商的钱就给不出去 一来二去的 耽误了好几个大担子 那她可以直截了当 跟她岳母说呀 这孩子心思重 她这个岳母啊 原本就看不起她 所以啊 她也不愿让她知道 这厂子里出了问题 不管以后 你们是不是还要闹到法院 我觉得有必要 把这件事情的真相 公布一下 妈 萧芹 不是我不给你们钱 是厂子真的没钱 那钱呢 钱都哪儿是了 妈 你先听我说 萧芹过市前 我们已经把厂子 百分之九十的股权 支押给了银行 你们所知道的 萧芹占有的百分之十的股份 没错 这些股份就是我们现在手里 仅有的股份了 如果厂子过不了眼前这一关 我们就彻底什么都没有了 我去银行查过了 这是真的 我不怕变成穷光蛋 可是这个服装厂 它是我跟萧芹当年一手打拼出来的 萧芹为了这个服装厂 她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她甚至连生病了 她都没有告诉我们 现在萧芹不在了 这个厂子 就是我跟萧芹的另外一个孩子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厂子 就在我的手上倒下呀 妈 我今天在这儿 我求求你们 妈 萧芹 我求求你们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好吗 你们只要让我过了眼前这道关 到时候你们问我要多少钱 我都给你们 大姐 萧芹 都是一家人 不说是通舟共计吧 起码也不能落井下石啊 我问妈 妈 你先别着急 姐夫 这厂子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之前怎么不早说呢 萧芹啊 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姐当时怕你们担心 她觉得 我跟爸妈的关系 刚刚缓和了一些 要是爸妈万一知道厂子出了事 那他们肯定会 又怕我瞧不起你啊 当初我反对你们在一起 是因为你穷吗 后来我认了你这个女婿 你们是因为你有钱啊 你也太小巧我给你罢了吧 妈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行了 既然说清楚了 就什么都别说了 你给我听着 劝我们不要了 但是你要是我保证 这个厂子无论如何也不能倒闭 妈 我保证 周警官 你要干嘛 谢谢你 妈 妈 大姐 这我可受不住啊 只要你们一家子 结束误会了 和睦了 那我得谢谢你 谢谢 谢谢